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一家高级购物中心的女厕所 当地时间17号发生爆炸 造成三名女子丧生 另外有9人受伤 事发时许多民众正在为星期天的父亲节挑选礼物 位于商场的二楼女厕 突然传出轰然巨响 炸弹装置在一个马桶内引爆 从目击者拍摄到的片段可以看见 现场发生爆炸后烟雾弥漫 有大批民众在发生爆炸的洗手间外围观 波哥大市长潘纳罗萨表示 这是一起懦弱的恐怖袭击 不过潘纳罗萨并没有提供更多爆炸细节 也没有说明谁是幕后主使 警方证实死者之一 是一名23岁的法国女子 已经在波哥大平民区当了半年志工 原定再过几天就要回国 没想到却克死也强 MTV7综合报道